一直到现在,很多人都难以忘却终于的笑容,不只是因为包含着过去的回忆,而是他的表演太传神了,那一眼,带着俏皮,又有些超脱世俗的美,让人想要忘记都很难。 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提起,确实很少有人去模仿,但经典始终是经典,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了,朱宁是演艺学校毕业的,毕业后就签约了《无限》,而在签约后,他没有经过漫长的魔力期,而是在一开始就拿到了很好的剧本。 而这个剧本中,就由紫霞仙子一讲,朱宁很快变大火了,相对于当时性感的秀书真,大家偏爱朱宁的纯净,他用他的演技征服大家,并且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朱宁演戏时散发的灵气,朱宁和周星驰合作过多部戏,所以在感情上,两人有了发展。 不过,他们俩注定无缘,虽然在演戏上惺惺相惜,但是在感情上,他们始终是过客,周星驰古他自己明白的太晚,而朱宁是认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,既然对方不珍惜自己,那他可以选择离开,从此不相往来。 所以,因为很多原因,两人并没有在一起,和周星驰的交往,给他带来了很多悲伤,所以在他们分手后,朱宁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接受新的恋情,他对于他的恋情并不隐瞒,不爱了就是不爱了。 所以和周星驰分开,他第一时间就承认了,而期间如果有悲伤出来,他会立马去澄清,或许正是因为这样。 他出道后,很少有悲伤,朱宁和黄冠中在一起,有一点缘分,因为两人是邻居,两人相识的时候,朱宁已经大火了,而黄冠中还是一个小歌手。 作为邻居,两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联系,渐渐的,他们熟悉了彼此,却是毫无进展,直到黄冠中搬走,朱宁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感情,于是开始了和黄冠中14年的感情,而为了爱情,朱宁打破了很多自己的原则,甚至未婚前孕。 不过朱宁并不后悔,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,两人的恋爱关系,在朱宁怀孕后便结束了,他们步入了婚礼的殿堂。 现在,朱宁为黄冠中生小孩子,并且一家人都幸福的生活中下去,我们看到,即使过了这么多年,朱宁还是年轻的模样,他不怕老去,只是怕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最终留下遗憾,你们喜欢朱宁这样一个坦率的女子吗? 。